为什么上天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挂机的不在对面 哎 没关系了 撩起头发继续笑着面对 说不定有机会赢 说不定可以杀船 每周学诗字词语的时间又到了吗 明明看起来是用白色字体 但越看就越黄 在世界末日倒数五秒的时候 他就会选纳克罗斯 你会选择选下哪个英雄呢 巅峰模式只要排到了就算不点准备 到最后还是会进入选角 不玩的时候先取消排队再关游戏 清完一轮眼接下来就得打双人线 最不能让对方射手舒舒服服就发育到后期 搏动一个空班给了我们进攻的机会 黏住主要的目标射手等时间经验上市集 一个大招刷走波盾 猴子也来了可是他顶不住古墓的控制 继续找猴继续打 一技能冷却好画圈二段 找后面的来打以免两个都杀不到 最后一个大招刷低射手的血量 结束这波二打三的团战 有个蓝鸟在可以再来一次 这两波刷大买下一个伏笔 蓝鸟没了新的兵线要出来 吃完这火兵就回家补血 伯顿不服尽管他是买血 但是他的攻击手段有点少 普攻到最后时刻再放大 慢慢离开 接下来就是古墓的收割时间 刚刚刷残的西路卡也要倒下 红区可以暂时不用去 拿完蓝就来兑现 利用伯顿叠出大招 再后退两步两个一起刷 残血先退 图仁也来了支援 画圈位移躲空悟空的追杀 圈缓到了悟空被他打 回身找残血悟空 我得先等技能冷却 超人无意之间把悟空吓了回来 画圈防止他回头掐我 两段夹上普攻 往右走回左边影子 把悟空耍得头晕 古墓的弹度足以赖在线上 我们就可以回归野区 也帮一下别的路舒缓压力 击杀数领先 只要团战人数对等 绝对不会打不过 把伯顿再次击杀 圣西路卡一个在塔 用蓝鸟迭到尝试一波秒他 他用瞬移离开刚好胜移低 先回头等一技能的冷却时间 预先进塔封他回去的走位 不要急着杀他没技能会被换掉 利用前面的小兵迭出塔回头刷大击伤 还能画圈躲掉他的伤害 艾里在下路过得太舒服了 少一个人真的很难搞 如果会引分身之术就好 把艾里刷残再看看他还在不在场 等一技能冷却好进去把他秒 两段画圈磨研回来200块到手 莫拉中期伤害开始特别高 迭出两段画圈突然出来个西路卡 直接蒸发 谁又能想到4打5都能赢12个人头 还能主动开凯撒 这一波就是转折点 居然不懂最肥的我 怎么敢的呀 进场先把古墓救下来 战场还算安全 布和原位跌出四下开刷 画圈把全部人打残 对 打残 然后就被控到死亡 古墓收下双杀 勉强打了三划二 但是节奏就传乱了 打到第四下用制裁拿走篮 进场把残血的伯顿刷死 可惜同一时间常人在下路阵亡 不过敌方少了个前排档克 剩下的都是脆皮 可能也算是个机会 两段对着猴子拼一下 罗儿被两个人秒杀 两段追不上图轮 还被飞镖控了起来 肯定追不上三刀位移的图轮了 用此生命大会都拼拼 拼出一个死亡次数 这一波面临着可能一波打 还好最后发射顶不了 接下来的团战不拥有失 十一两个都有可能游戏结束 这回显能战场里 莫拉不宁在里面叠视下 只能一直用两段画圈做签字 有时候还会有意外收入 圈都能收割伯顿 把视野踩掉 较量难去 把兵线清掉 每一座塔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跟悟空收拢一为一 就算躲到大招控 他的伤害也不能小看 罗儿用命去轻中路兵 我得马上回血出来接力手 爱里胆子小了 他不松估计已经破了 由不起两个输出 回头交给超人接力 冲上来的爱里特别可怕 两段位移骗出他的大招 罗儿也往前滑 然后瞬间被描 继续两段牵制 有个超级小兵 真的是神来一笔 逮出大招进场 带走两个脆皮 回原地再等冷却 西路卡也终于现身 提住普攻把他顺杀 正面只剩一个右右的伯顿 毫无反击之力 他也被杀得只剩20块 原来悟空自己去了偷开杀 下路兵线不好 我方配合也不好 这波大问题 虎木跟着中线一起来 超人残血回家 属下路兵防止如空偷推 游戏就能赢了 机会来了没有把握住 那机会可不会给你打第二次 最有可能赢下4打5的对局 不过没关系 只要努力坚持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放弃 尝试一刀破不破得了主宝 哇还真破了 打游戏胜负是吃要的 主要的是得到的体会 努力坚持 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 那你就可以 严真正的 看着主宝被破 把胜利留下 把体会带走 输是输了 那又怎么样 明天就会忘掉 可是我们赢了纳克 毕竟我们有青年看着主宝被破 而纳克他没看到 老板 来一份检举套餐 不辣的 大家有试过4打5打赢吗 点赞留言告诉我 我是瑶瑶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